欢迎继续收听由紫金为您演播的长篇悬疑推理小说《无罪谋杀》 这一下等于捅了马蜂窝 黄玉毫不留情地斥责定前 你好像没搞清楚自己的位置 不过就是一个小小的心理医生 给你面子才让你坐在这里 还轮不到你坐住 丁潜不卑不亢地回答 我也参与了剧本创作 我之所以坚持 也是对剧本负责 黄玉用鼻子哼了一声 不屑一顾地说 你知道我们每年电影电视剧要拍多少吗 我只要随便一个电话 就可以把全国最好的编剧和导演全叫到这儿来 一个月之内就能赶出一部 比这个破剧本更好的故事 我照样用安琪小姐做主角 照样和沈强合作完全不正问题 我现在就可以说 你们fair了 可以get off了 黄玉大放厥词 把丁潜像条狗一样往外踢 这种时候没人再敢多罪了 黄山闭目养身坐在那里 仿佛置身室外的佛一样 不搭话 连眼皮都不抬一下 丁潜也坐在那里 一动不动 仿佛黄玉骂的人不是他 黄玉用碾死蚂蚁的眼神看着他 怎么 难道你还要我叫保安把你请出去吗 我出去容易 但是你这部片子也就彻底宣告失败了 因为拍出来的电影 无论如何也不会达到 你们预先广告所作的承诺 而我会和其他人合作 黄玉冷笑 你确信有人能看上你那脑残的点子 你是可以请最好的编剧 大撒狗血剧情 但拍出的顶多就是一部 不伦不类的商业片 原因很简单 再好的编剧 也只能凭空想象 他并没有经历过血淋的真实案件 也没见过真正的连环杀人犯 他就不可能拍出震撼人心的效果 何况他更缺少专业知识 没有我的帮助 他用的心理知识肯定幼稚可笑 但这下还不是你最大的麻烦 你真正的麻烦时 我会与别人合作 譬如说你的竞争对手 我们可以对照你的电影 拍出一个风格相似 但故事更精彩的出来 还有做个必要炒作 把你诋毁我的事情说出来 接着打压你来抬高芯片的知名度 相信一定会大获成功的 黄玉被气得笑起来了 你这无耻的想法倒是不错呀 不过前提是 你得找到能相信你的那套 胡说八道的投资人 你不相信的东西 不代表就不存在 也不代表别人不知道 只能说你过时了 黄公子 世界上第一台电脑 是1946年发明的 占地170平方米 重达30吨 只能进行一些简单的运算 那个时代的人 也不会相信70年后 电脑已经能够轻便到 随身携带 成为人们日常娱乐办公的 普及品 作为一个企业家 最好不要轻易说 不可能三个字 黄玉被气得脸色一阵青一阵白 尤其丁浅居然嘲笑他过时 这简直就是最大的羞辱 他真想马上叫来保安 把这家伙从摩天大楼上扔出去 一直在闭目养身的黄山 这时候开口问儿子 你们争论的问题是什么呀 黄玉压着祸说 这是一部 选一真播的电影 丁钱设计的凶手 通过催眠来控制人杀人 这听着太离谱了 让我给复权了 黄山不治可否 微微倩开眼角 瞅了一眼 坐在远处的丁钱 声音不疾不虚地说 却不论你这个点子 是不是离谱 我想问 你怎么能让观众们 不觉得离谱 这个好办 丁钱说 其实我在剧本里 已经解释得很清楚了 催眠不是巫术 是一门严谨的科学 它专门研究人的意识功能 从而是将外界影响 来控制这个人的想法 简单的催眠术 可以让人处于意识恍惚状态 而系统催眠术 能够控制人的行为 当然 即便是催眠师 能做到这一点的人 却寥寥无几 而且这个领域比较敏感 通常的媒体刊物上 从来不会报道 所以普通人 就会感觉难以置信 但这部影片的奇妙之处 就在于 我会把专业的催眠术技巧 经过艺术化处理 融入到故事情节之中 让人们感受一下 这个神秘领域的巨大魅力 听你刚才说话的口气 你就是一位催眠师 而且自认为记忆高潮 丁浅微微牵动嘴角 露出耐人寻味的笑意 黄玉突然插话说 董事长 你别听他信口开河 上次开会我就戳穿过他 让他随便找个人催眠试试 可是他根本就不敢回应 黄山没有接话 半闭半睁的眼睛 看向丁浅 丁浅从容不迫地回答 催眠不是游戏 不可以随便拿来试验 就像黄董事长身边两位保镖 肯定也不会为了证明自己 无意高强 随便跟什么人动手吧 黄山微微一笑 你这个逼方倒是很有意思呀 但还是欠缺一些说服力 你毕竟没有实际证明 催眠到底能达到什么效果 你说这个问题 我考虑过 想证明其实也不难 我已经让李编剧 在影片里穿插了一个 真实的催眠罪犯事件 只是黄玉先生 在审剧本时 根本没有留意 黄玉面显尴尬 狡辩说道 我仔细看过剧本 根本没有你说的 什么催眠犯罪 这个事件 是你刚刚添加的吧 丁浅一笑置之 没有争论 这个案子 叫做海德堡事件 发生在1934年的 德国海德堡事 案件内容十分离奇 但却真实发生的 我简单讲述一下 案子的经过 有一位叫做 贝尔根的心理医生 趁着对一位 女患者催眠时 与她发生了性关系 不仅如此 贝尔根更是利用催眠术 操控这位女患者 去做妓女为她赚钱 并且还从她的存款中 拿出很多钱给自己 最后 为了更好地控制这个女人 贝尔根医生下指令 要她谋杀自己的丈夫 好在女患者残存的意志 出现了抗拒 几次尝试都失败了 无罪谋杀VIP版本 每天至少更新八集 好听的故事无需等待 直接在喜马拉雅APP 搜索无罪谋杀VIP 就可找到购买 有任何问题 可以加本集标题 我的微信咨询 感谢收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